其实讲到黄仁勋,大家都觉得 现在他不管是做什么说什么都备受关注 甚至连他吃什么都是焦点 当然他的穿搭也掀起一波热潮 还记得过去吗,这个贾伯斯带起了这黑色毛衣风 那么还包括了像是祖克勃的T恤风 现在是不是黄仁勋要带起一个皮衣风 他现在更被封为科技业的泰勒斯 辉大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之后 再度掀起了人来风 从他落地的这一刻开始他的航班 甚至是他爱吃的美食都整理出来 一系列的黄仁勋美食地图 当然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甚至这个META的执行长祖克勃 他就说了他觉得黄仁勋根本就是 科技界的泰勒斯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穿着 也是备受关注 黄仁勋他从来台湾的这一刻开始 大家都关注到他其实是全身上下 最爱穿的就是这套黑色的皮衣 里面搭的是这个黑色的T恤 那我们看到这几位科技大佬 像是Apple的已故创办人贾伯斯 他的标准配备就是高领毛衣 加上了牛仔裤 另外刚刚提到的META的执行长祖克勃 他则是时常穿这个高级的T恤 来展示他自己的穿着 而黄仁勋当然他就是穿这个黑色的皮衣 加上黑色的短袖T恤 不过为什么他们都会穿这样子 类似的穿着呢 其实就有设计师分享了 他认为这样子的黑色皮衣 其实有这个挑战常规的意味存在 另外其实黑色皮衣也是非常休闲 敬人的穿在身上感觉非常的亲民 再来也看得到其实灰达 也是将黄仁勋把他当成自己的品牌 建立成了灰达的形象所在 而且黄仁勋也成为了深层式AI的代表人物 而AI巨头接连来台也让台湾的高科技业被秀瞩目 又加上这两位AI巨头都是呆完一那 这恐怕也让临近的韩国真的是好紧张 韩国媒体就说会不会韩国接下来被边缘化了呢 请照招人 这次为了Computex各界科技大佬都来到台湾 尤其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掀起了人来风之外 就连超位执行长苏思峰也来台湾 两人各自为了Computex进行了像是一连串的 AI式生成发展的相关演讲内容 甚至黄仁勋还说台湾简直就像世界的支柱 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南韩 他们就非常关注这样的议题 认为台湾现在的科技发展真的非常的火热 尤其他们也观察到了 其上台积电 他非常紧密的合作 像是包含了辉达 Apple还有超为都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 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但是看回来到南韩的三星 Samsung 他们虽然说有IC设计 也有晶圆代工 不过这几项产业都不是世界顶尖的一流的技术 所以他们也担心说 会不会因此在世界被边缘化了 而且三星虽然说他们也有 这个AI生成式的相关产业 有一条龙式的服务 但是他们的产量 还有这个订购的单数 其实都不及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产业 还要来得更多 所以韩国媒体就认为说 南韩的半导体产业有边缘化的危机 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